大家好,我是顾君,今天是这个视频啦 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手里的这支 来自于名匠的100mmF2.8的微距镜头 听到微距镜头,你看到很了解了 你知道微距是什么效果,对不对? 但是这支100mmF2.8的微距镜头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第一个,它不是1比1放大的,而是2比1放大的 就相比于传统百味,1比1放大的效果呢 它能拍得更近,把主体拍得更加大一些,好吧 照片看得更加震撼 第二个更神奇的地方在于,它是一支宜轴镜头 如果你很好奇宜轴是什么效果,或者你对宜轴完全不了解的话 在这个视频的最后面,最后面的两分钟 我会简单给大家展示一下宜轴效果到底有多么的神奇 能用来干什么 这是一支售价差不多2000出头的这么一支手动对焦镜头 来自于名匠 通常这个类型的镜头,老说价格都还蛮贵的 只要2000多块钱在这个售价范围上 我觉得名匠这一镜头可玩性还真的蛮高的 好,那我们通常使用广角移轴的时候呢 是拍摄一些建筑啊,拍摄一些室内啊 就是那些需要横屏素质的东西 那如果是长焦的移轴呢 更广泛的应用呢,一般是产品的特写之类的 尤其是搭配它的微距功能 就是你在拍摄产品特写的时候呢 因为你知道微距就是离近了以后 这个景深会很浅 就是产品可能没有办法整个都清楚 如果你使用移轴的话会有个好处是 你可以让它的胶平面啊 发生偏移以后啊 让它变得景深更深 甚至有时候看上去明显不在同一个胶平面上的东西呢 可以拍起来都是清楚的 好吧,效果非常的神奇 当然了,作为我来说好吧 我通常使用移轴呢,只追求一个效果 就是拍摄人像的时候 让别人觉得说 这个照片是怎么实现的 好吧,现在我展示给大家看一下 就我几年前,大概五六年前 好吧,使用移轴拍摄的人像照片 好,那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 这支100毫米两倍微距移轴镜镜头的 一些做工方面的特点好吧 听上去功能是不是很多 好吧,它虽然售价只有2000多块 但我觉得做工表现还可以 它是金属机身的 所以拿在手里多多少少有一些重 但是好处呢,感觉比较扎实 然后感觉比较的耐用 然后前面这个呢,滤镜口径是67毫米的 就非常通用的这个滤镜口径了 它虽然是内变焦 但是如果你移动这个手动对焦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明显的里面的这个镜头组啊 在前后移动着 好吧,它这个手动对焦非常的顺滑 但是行程呢老说不是特别的长 但好的地方在于它前面有一个这个口 让你把这个闪光灯啊 或者把LED灯啊 装在这个镜头前面 因为你拍摄微距的时候 有时候需要大量的近光呢 能确保你这个照片的ISO不是那么的高 然后在下面呢,有这个光圈环 然后在F2.8到F4到5.6到8之间呢 是半级调一档的 然后在后面呢是一级调一档的 然后后面是这个移轴的这些功能 虽然它功能比较多比较强的 但是我有一个小小的抱怨就是 它这个锁啊 有点没有那么的可以精细调整 就是它要么锁住 然后你稍微调一下 它有时候就变得太松 就如果它能调的再精细一点了 操作起来可能会更加方便一点 另外一个就是在索尼的机身上 因为这个手柄这里靠的比较近 空间比较小 所以操作起来多少有点麻烦 那如果是其他尼康或者其他口的相机 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个问题 在索尼的机身上 包括我的A1上面呢 我会觉得这个锁控制起来没有那么的方便 当然了作为一轴镜头呢 本身是没有防层防低之类的效果的 好吧同时呢也没有自动对焦 因为它是一轴镜头 好那画质方面呢 情况相对来说比较的复杂一点 好吧那作为一支2000多元的这个功能 这么多这么强大的镜头来说 我觉得画质表现 如果你恰当的使用的话 我觉得画质表现还是不错的 但是必须要说的是 就如果你把它当成一支正常的镜头 进行正常的距离拍摄的时候 如果你要光圈全开 跟我大部分的拍摄是一样的话 F2.8的时候我觉得画质不是很好 中间表现还可以 但是边角就比较拉垮了 那说到F4呢 边角会有一些提升 但我觉得基本上说到F5.6的时候 边角才会有比较好的表现 这个我说的是正常的情况下 非微距的情况下进行拍摄来说 就中心还可以边角就弱一点 那说F8的时候 中心到边角都非常的锐 那我觉得如果你在F8的时候 想要一些虚化的表现的话 这时候移轴功能就能派上用场了 好吧 那如果你要是拍摄微距的时候 情况比较的不一样 那因为微距靠近了以后 它的这个进光量会变少 然后它的就是Difflection 会比较早的介入到镜头里面 所以它在F2.8 F4 F5.6的时候 其实光圈全开或者是接近全开的时候 画质表现都比较的不错 那对于一支微距镜头来说 我觉得它在微距拍摄的时候 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的 当然了 就它光圈是比较大的时候 有比较好的成像效果 那如果你想要更深的景深的话 这时候移轴功能呢 也有派上用场了 好吧 记得移一下 让你这个画面呢 有更多的清晰的地方 那这镜头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劣势 就是在于炫光方面的表现 那不知道是因为移轴的设计比较复杂 还是里面的镜头主比较多 还是种种原因 就它炫光我觉得控制的很不好 那基本上如果有一些强光照射到你镜片里面呢 会有比较明显的对比度的丢失 就大家拍摄的时候呢 我觉得这个是要注意一下的 但紫边控制我觉得表现还不错 基本上F2.8的时候 你也不太会看到明显的紫边 那如果你要问这支镜头的呼吸效应 控制的怎么样的话呢 好吧 它可真是深呼吸那好吧 呼吸效应非常明显 但我觉得不是这支镜头本身的缺陷 而是微距镜头都是这样子的 微距镜头本身的特性就是 会有非常明显的呼吸效应 好 那我们最后做个简单的总结 那这支名将的100毫米的 两倍微距移轴镜头呢 好吧 以2000多元的售价来说 我觉得它能实现的东西 真的还蛮多的 能体会到的这种移轴效果 两倍放大效果 好吧 你不光是爱好者可以使用 如果你是接一些简单的商单 或者是你刚刚起步 想要拍摄一些产品啊 镜物啊 微距啊 甚至一些特殊的人像的话呢 我觉得它可玩性真的还蛮高的 老实话还蛮有性价比的 因为通常来说好吧 就是微距镜头本身也不便宜 但是一周镜头呢 价格更贵 但说实话 一周镜头真的比较少用 如果你跟我一样 买那些一万多块的原厂一周镜头呢 你会发现几年里面 你可能用不到几次 那我觉得这种镜头 如果你合理使用 避免一些它比如说炫光啊 或者正常角度拍摄的时候 边角锐度在光圈全开下 锐度不是那么理想啊 其实我觉得你避免这些东西以后 它其实能获得非常好的画质效果 最起码以到2000多元的售价来说呢 我觉得蛮值得试一下的 那最后呢 如果你对移轴真的还不是特别的了解的话 强烈建议你把视频最后的两分钟看完 你可以看到整个移轴是怎么操作 以及获得什么样的神奇效果的 好吧记得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那我们很快在下一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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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衣服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的衣服也可以去我的淘宝店 摄影师顾俊的淘宝店看一下 很快就会有新品上线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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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平移的效果 我们把下面平移的这个锁打开 然后你就可以左右进行平移 那你可以看到就是相机不动的情况下 我们通过这个移轴镜头的平移呢 让这个画面产生了这样的变化 这个是左右平移 然后我们让它居中以后 我们可以让它继续上下平移 那只需要把这样转过来以后呢 就可以操作上下的平移 就是你可以这样操作它上下的平移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展示一下倾斜的功能 也是一样的 它可以从两个角度呢 进行倾斜的这个调整 我们先看在这边 我们把这个锁打开以后呢 让画面产生这样的交平面的倾斜 你可以看到就画面的这个右边 跟画面的这个中间 它就不在一个交平面上 那理论上呢 它本来应该出现在同一个交平面上 都是应该清晰的 好吧 我现在是F8的状况 我们可以向另外一边倾斜 也是一样的 你可以看到画面的左边跟中间跟右边呢 现在已经不在一个交平面上面了 好吧 它这个调整呢 也可以进行这样子转换以后呢 进行上下的这个样子的倾斜 你可以看到画面的上方跟下方呢 现在已经不在一个交平面上面了 那如果我们把它往上抬的话呢 也是一样的 现在这个画面呢 就是交平面的上下 产生了这个偏移